几个月啊? 就是来这里两个月,然后出去卖卖货,然后卖到年底 Hello,大家好,我是阿宁,我现在新疆若羌的沙漠河里面,我在这边挖河田域 现在已经下午4点了,咱们看一看,今天大家的收获怎么样 阿伟,阿伟,你今天挖的怎么样? 收获都在这里,都在这里 这里面,最粗重的就是这一块,这一块纸分也够 一个天然的手把剑,其他的一般 这个都不太好 问题是这一个就够,够了 够了也好了 你觉得这个值多少钱? 这个? 在2500以上 绝对是在2500以上,2500都是,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价格 一个天然的手把剑 天然的手把剑 他在这挖的,我在那挖的 我在那挖的 我那啥都没 就差这么几米,要是在往前刨几米 这一块料子就是你挖的了 我还在旁边挖的 瓶子是在这边挖的 就差这么一点点 就这个距离 有时候哪怕相差50公分 都不一定能挖得到 这东西还是靠运气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一天啥都挖不到 就像我们昨天 我们去那边八公里 带了两个新人 跟我们一起走的 他又不会看摊 他就跟着我们摊上面跑 我两个通手而来 人家搞两个大摊 就是我们旁边 就在我们旁边 也就是相差这么远 真的是郁郁有缘人的 对 运气是一方面 但是也少不了勤快 你还是要一份勤快 对啊 你来这挖鱼来了 你连挖都不挖 你睡大觉 河道都不走 对,河道都不走 你肯定搞不到 你去年,你去年怎样 你去年的话 还行,搞了几块大料子 建不建议透露一下 透露一下你期间 整体生活 差不多有256个吧 差不多吧 256万块 几个月 就是来这里两个月 然后出去卖买货 然后卖到年底 相当于你挖了两个月 然后你是在发洪水的时候挖了两个月 然后后半年一直在变现 对 一直在外面去拍视频变现 嗯 总体还行嘛 我觉得 这本来 今年 今年反正也是 看一下情况 看一下 来这里边看一下 具体什么情况 嗯 还让不让挖 让上次去年 不是因为 出那个 出那个事吧 嗯 你今天准备挖多久 嗯 打到在 7月份左右 挖到7月份 7月份 那这个时候正是挖东西的时候吧 到9月底才完了 因为发洪水 哦 开始发洪水了 但在7月份上 然后回家一趟 到那地看一下 其他的感觉能卖上什么价格 卖上 这只能当面料都走了 嗯 这三个我打的蛋糕 蛋糕买 三个 三个 阿伟你觉得来这里苦不苦 太苦了 每天 这个风沙 一刮的话 人 太遭罪了 你知道吗 去年我们来这里的时候 你看 准备的基本上都不足 每当一刮这个风沙 我们做好饭啊 搬出来吃饭 饭上面一层沙子 没办法 只能这样吃下去 你不可能到了吧 你到了你就没得吃 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说你在外面 你没有什么遮挡呢 一样还是一样能吃出来沙子 来这里 遭罪的很 来这里遭罪的很 来这里遭罪的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